國中大概是30年前 在青年公園 我們曾經上過台一起唱歌 我非常慶幸當年沒有臉書跟YouTube 不然那都是證據 你好 歡迎來到我的新客廳 好宅 好大的客廳 聽說你也買了豪宅 跳過 還可以這樣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是辛苦賺了 又不像人家中獎 我們住這行業真是 一個蘿蔔一個坑 沒想到隨便幾個號碼中多少 中2億是吧 現在還不確定 好像是變1.2億了 而且人家說沒有1.2億 所以這個現在是一個懸案 他是我的國中同學 對 三年的國中好朋友 那個時候我們還一起唱歌 我告訴你 人生其實很早就註定你這一生要幹嘛 因為興隆來我節目的時候他說 黃哲教授我同學 我笑到不行 為什麼 你笑有點 笑到點 就說你們頭髮都不多了 我看起來比他年輕 我起碼看起來比較 我看起來比他年輕 OK 一樣年輕 一樣年輕 他說他們兩個 小學是同學 國中的時候更是一般還是 小學是隔壁班 對 國中是麻吉 然後他們禮拜六禮拜天會到公園去 然後興隆就演歌星 他就演主持人 真的 我記得我們曾經在 國中大概是30年前 在青年公園 我們曾經上過台一起唱歌 我非常慶幸當年沒有臉書跟YouTube 不然那都是證據 對呀